是 委員好 部長你好 我在做文化局長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常看很多人的副文 然後讀副文的時候我就很深刻的感覺到 為什麼很多人寫自己長輩 寫自己至親的人的時候 一定要等他走的時候 然後才寫這段往事 因為每段往事都非常的精彩 所以後來我就鼓勵 大家全民寫傳記 因為我認為在任何時代 再小的人物都有偉大的故事 而且正史不見的可靠 反而來自於市井小民的口述歷史 親身走過的才是最真實的歷史 這是我當年在文化局 推全民寫傳記的時候 我最深刻的感覺 那裡面也來很多人來投稿 裡面有一本全民寫傳記的 我印象最深刻是 有一門三兄弟 哥哥在汪精衛的部隊 然後大弟弟在蔣介石部隊 小弟弟在毛澤東的部隊 真人真事 我請教一下部長 他們家要寫歷史的時候 他們三個人有共識嗎 很難對不對 從汪精衛的角度跟蔣介石的角度 對於抗日的詮釋就不一樣 何況後面還有國共內戰 但是最後這三個兄弟的團聚 那才是一個真正的歷史 部長 部長 歷史不是我們這些人可以來解釋的 我不要講別人講我們家就好了 我阿公在清朝的時候 因為大陸很辛苦 找不到工作 所以渡黑海溝來到我們台灣 做最辛苦的木工過座 我爸爸在很小的時候 還坐船到廈門 去迎娶我大伯母 回到台灣 但是在日本統治底下 我爸爸的語言 是日本語 所以我爸爸講日文講得非常好 其實是講閩南語 但是因為他的身分 是因為我阿公從大陸來到台灣 所以在中日交戰的時候 我爸爸的身分是被列為交戰國的子民 你知道嗎 他是被嚴重的歧視 所以等到光復的時候 那天晚上 我爸爸唱了一個整個晚上的國歌 他覺得 總算台灣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那種熱情 我爸爸講給我聽的時候 我眼睛都要掉下來 可是後來發生了二二八事變 我爸爸改變了對於中國政府的看法 覺得台灣人應該要有自己的 一個發言的空間 可是並不表示 對於中國大陸就是一種歧視 而且在1957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五二四流自然事件 很多人去攻擊美國的領事館 當時我爸爸從住的萬華 走路要去台北郵局上班 那時候路上都有很多藍檢 當時那個年代的年輕人 都嚮往社會主義 我爸爸除了拿了郵局的書之外 還帶了社會主義的書 放在包包裡面 就在劍中旁邊被攔下來 當時被攔下來的時候 現場翻開一看 裡面有社會主義的書 你知道當時的動作是什麼嗎 馬上就槍決 就認為你是共產主義 因為當時為了要鎮壓 可是誰救了爸爸 一個外省人 他說這個孩子很年輕 他是好孩子 他認真讀書 那個書不是他的 那一句話 救了爸爸 才有今天的陳學勝在這邊 跟吳部長我們在談 什麼叫做歷史 這是真實的歷史 我媽媽是道地的本省人 是鄭成功的年代來到台灣 所以我們是鄭家的一個後裔 在日本人佔領台灣的時間 我媽媽的母語是日文 講閩南語 也是講台灣話 當日本攻陷新加坡的時候 媽媽還去參加提登遊行 每一個人還發一份麻糬 因為大家都很高興 日本攻佔新加坡了 要實施大東亞共融圈了 可是只要跟日本的小孩 在一起的時候 我媽媽都被罵 請問 親國奴 他說我哪是親國奴 為這個還會打架 可是那是小孩子的時候 但是等到日本戰敗 在日本人民在台灣 要被遣返的時候 我媽媽做完家事 趕著坐火車 趕到基隆做什麼 你知道嗎 去送她的日本老師 因為不知道何時才能見到面 你知道過了多少年見到面嗎 過了將近快要50年 那個老師來到台灣 雙目幾乎失明 當時我媽媽的同學全部在一起 跟那個老師互道 平安 開心 大家都哭了 因為都是年紀花甲 五年前我還陪我媽媽 去日本還去看過那個老師 那老師握著我的手 說這是我媽媽的孩子 她好高興 您說這是歷史嗎 這是真實的歷史 對於日本的仇視 有 對日本的溫情 有 這是有血有肉的故事 所以當在編寫歷史的時候 我覺得要用更開闊的心 去看待真實走過的人生 不要認為自己是站在正義的地方 去批判別人 不要為了所謂的轉型正義 所謂揭開歷史的真相 結果去增加更多的仇視跟對立 所以我覺得歷史的修使過程當中 要更加的謹慎小心 我小時候的電影明星 克林斯威特 我最喜歡看他去殺壞蛋 去殺紅番 跟台灣以前稱台灣原住民 是一樣的道理 可是晚年後期的他 他竟然會拍一部電影 拍來自硫磺島的姓 還有硫磺島的英雄們 分別從盟軍的立場 從日本的立場 去看一段硫磺島的戰役 為什麼要這樣看 因為當年的他 對於他自己 對印第安人原住民的 看法的一種歧視的錯誤 到後來還用拍電影 來做自我的贖罪 太多類似這樣的事情 包括我們自己拍的賽德克巴萊 如果你去仔細看 裡面原住民 有原住民自己族群之間 內部對於日本 對於漢族 對於中國都有不同的解釋 誰才是真實的 部長 我覺得沒有一個人 可以說我就是正史 所以在修史的過程當中 即使民進黨的時代 用很粗暴的方式 去修正了歷史 但是他修正的可能是過去 也是有很多台灣人民認為 有曲解的正史 所以我覺得 未來為了讓下一代的子孫 能夠看到更真實的真相 我覺得部長我們要更開闊的心態 來修史 包括國共在修 內戰到底是怎麼樣發生的一個戰爭史 包括日本跟韓國 對於在過去殖民時間 日韓之間的衝突 也有一批學者 站出來 希望日韓共同來修 那一段時間日韓真正的歷史 讓下一代的小孩子 知道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所以部長我今天不能給你任何的答案 但我只是從一開始我跟你提到 一個家族三個兄弟 分屬三個不同的陣營 到我們自己家都有不同的解釋 部長 修史真的要謹慎小心 更廣納周易 用更柔軟的心 來看待歷史 我覺得這樣子 歷史才會慢慢逐漸還原 他曾經發出過的真相 我的陳述就到這裡 部長您的回應呢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想你的觀點我非常的認同 這也是我多次說 我們目前正在進行 12年國教的課綱的修訂 我們一定會在這個過程中間 秉持著這樣子的態度 讓更開放更多元的聲音 可以進到這整個修課綱的過程中間 我們也一定會讓更多人不同的經驗 跟不同的見解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 必須要建立在一個穩定的行政的運作之下 才能夠來進行 這也是我們不得不去釐清 所有的這些委員的權責 它的一個必要性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讓未來的行政 可以在一個被保護的情況之下 能夠穩定來進行 不過我可以保證 我們在12年課綱的所有的修正過程中間 一定非常的公開透明 跟更廣播廣納大家的共同的意見 部長我們行政單位不是只有教育部 是 我們還有中研院 是 我們還有國使館 是 還有甚至還有很多各地方的地方制 是 部長 你如果參考 或去訪問 的人更多 也許得到的資料會更加的完整 是 所以我覺得部長 修史不是只有教育部一個單位的力量 是 行政單位也不是只有教育部 是 如果我們還能夠跟中研院 跟國使館 是 多做合作 我覺得 它會更加的完善 是 今天本來 這一個議程 我本來以為會有強烈的肢體衝突 謝謝主席 謝謝大家 不容易 表示台灣有在進步 如果今天 還要恢復到過去 必須要肢體抗爭 然後 取得話語權 我覺得我們沒有再往前走 是 所以我覺得 希望 之後 對於處理這個議題 部長我們可以更細緻的 來面對 這是我對部長一個 最好的一個 建議 是 謝謝 然後 我們這一代人的修史 希望用更開闊的心胸來看待 即使沒有那麼滿意 但最起碼讓下一代人更加接近真實 是 這還是我的立場 是 好不好 謝謝部長 我們會努力